我可以炸的是什麼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馬鈴薯小姐彥琳 上個禮拜呢有跟大家分享了一支 忙喝台灣的各種經典飲料 這一次我又要來忙吃台灣的各種零食了 因為我最近有發現台灣出了好多 各式各樣很有創意的零食 然後是直接把台灣的經典美食變成零食 這樣真的會好吃嗎?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來盲測一下 因為我覺得盲測是最公平的 就是在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 什麼樣口味的零食當下呢 你不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那你就直接吃它 所以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我們的實驗囉 哇好香喔我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這樣子聞呢是聞不太出來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種燒烤味 怎麼它有點九層塔的味道欸 好像燒烤BBQ的那種 答對一半 這道料理真的有九層塔 那我要先看一下答案了 嗯? 鹹熟雞的口味 完全沒有鹹熟雞的味道 但是 它是有BBQ的味道 然後它真的有九層塔欸 因為它連包裝上面都有那個九層塔的圖案 再試一次 它並沒有神還原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九層塔味比較蠻重的 對 鹹熟雞的雞味沒有提出來 第二包 好大包 好大包 根本就是美國的那種零食吧 這麼Big size 哇 很香欸 我覺得它有檸檬的香氣 可是它又有一點發香味 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應該是可樂果喔 我好像知道它是什麼了 它是什麼東西 我好像吃到有麻辣鍋的味道 這最大 真假的 那這個零食真的很厲害 因為呢 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我竟然吃得出它是麻辣火鍋 它真的蠻厲害 它有花椒的香氣 難怪我想說有一種花味 因為它就是花椒 應該說這個味道 跟原本的食物最像 其實我好喜歡台灣的可樂果 因為馬來西亞沒有可樂果 這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以後你們來台灣可以買可樂果 因為台灣的可樂果 是超級經典的零食 好難聞喔 這個味道 這個很扣分欸 不行 不行 你猜 這完全是不想猜的 沙爹火鍋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非常清楚 沙爹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 它根本就不是沙爹口味的啊 千萬不要講這個是 made in Malaysia 怎麼可能 如果你們真的沒有吃過沙爹人 你們買了這個吃 你們也覺得不好吃的話 你們千萬不要怪沙爹的頭上 沙爹是一個非常經典美味的食物 但是這個毀了沙爹 這個大概是我人生中吃過最難吃的薯片 想嘗鮮的話可以嘗鮮 但並不推薦大家買 第四個 有醬油的味道欸 拿著一點點 好甜喔 這個好好吃欸 就是燒烤 它超級有燒烤味 而且呢我特別喜歡樂士啊 這種波形的薯片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有口感 它比較厚欸 OK來 欸這個味道蠻香的喔 不然會怎麼聞到這種泡麵的味道 它也有九層塔的味道 而且它九層塔的味道超重 什麼都有九層塔 你是怎樣 所以它是有九層塔的嗎 沒有 它比剛剛那個沙爹火鍋 好吃很多了 我還是不會買它 剛剛我們吃這個 超級麻辣火鍋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鍋 它的原產地 也是馬來西亞 為什麼會是馬來西亞產啊 我不懂欸 其實我很愛品客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這種創意零食 很難吃欸 它有一種要善排骨的味道 留接近喔 還OK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 它就是 沒有任何我想到的食物的味道 牛肉麵 它是騙我沒有吃過牛肉麵嗎 其實呢 我之前很愛吃牛肉麵 很常吃 只是呢 最近不能吃牛了 所以就再也不碰牛 你試試看 有中藥的味道 因為有些牛肉麵 它必須要用中藥下去熬住 啊 我覺得我現在嗅覺已經失靈了 你知道嗎 它也有中藥的香氣 又搭配了 啊 它是模範生喔 它是確實真的有 一點點中藥材的味道欸 可是 它不像雞白湯啊 好像它的原味比較好吃欸對不對 這味道也不是那麼好聞 為什麼他們的味道都要這麼奇怪 這為什麼是一塊一塊的 我可以炸的是什麼嗎 酥脆雞皮 而且是胖好爹 平白 有點怪怪的 這個對不起沒辦法 它好像越吃會越辣 但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沒有什麼味道的辣 這個真的超不值得買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一百多塊 裡面的量 我真的會生氣 這個真的不行 因為我吃過胖老爹 超好吃 它做成餅乾真的不行 好香喔 這個味道很舒服 它也是有點像科學麵的那種味道 它很像是剛剛模範餡吧對不對 這好吃 我覺得它不會讓我聯想到什麼料理 可是呢 它真的蠻好吃的欸 火鍋 它有火鍋味嗎 我們該吃了前面這麼多火鍋味的了 再吃這個可能它就遜了一點 可是它好好吃喔 味道很重嗎 它很像它原來的模範生的味道 我覺得可能買它的人呢 對它想像就是覺得它應該要有火鍋味嗎 但吃了以後 欸沒有 可能會一點點失望 但它是好吃的至少 很重 它這個蒜香味超重的 它可能是熱炒店裡面會出現的一道料理吧 乳味 難怪它的味道那麼複雜 不好聞 它的味道真的有臭豆腐的味道 我覺得研發這零食的人 它的嗅覺可能不夠零食 我真的覺得盲測真的超公正公平 因為這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它們 你就可以講出真心話 我們找出神還原的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你們可以買 我覺得它有八九成像 如果你愛麻辣火鍋 你也想嘗鮮的話 欸我覺得他們做這個做的蠻成功的耶 還有這個這個也很可以買 就是照燒烤雞肉串的 它真的很像BBQ很重的味道 那你選一個你覺得最不能下手 最不能買的 真的不要浪費錢去買這個 你們去買它真正的炸雞皮炸雞來吃 不要買這個 這個真的不該出現在架上的啊 我覺得除了這個是雷品 這兩罐也不要買 我覺得品客很多很好吃的口味 零食嘛 有的時候就是大家想要追求一種創新創意 因為可能市面上的零食真的太多了 所以每個廠商呢都想要發明一些 研發一些不同的口味 讓顧客吃了有一種驚喜感 反正對我來說是一種驚嚇感 我覺得還是買安全牌的零食好了 這種新口味呢還是等人家先開箱過後 我們再來買來吃 如果你最近想要買零食當純粱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這一支影片 我已經幫你們盲測了 而且是最真實的真心話 那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讚的鈴鐺 我是馬鈴書雞安妮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